好,那我們繼續接下來 補充說明一下 如果你不是用那個萬博紀念公園 的票卡的話 其實相對的,你說你摩天輪也不要不做 然後你只是去 那個公園250 其實我告訴大家啦 如果說你早上就直接去逛公園 然後去那個 Shopping Mall就是購物中心逛一逛 那車子這樣來回 所以你回來說你只要再去逛新災橋去補貨 其實你真的不太需要這張大阪周遊卡的 的那個 費用了 那再來就是說好,第一天 第一天你從那個機場過來的話 用這張卡 其實King哥也只能說會相當辛苦非常趕的啦 你就算坐紅眼 紅眼 黃眼那個飛機 來到這邊的話 其實相對的也是會 比較特別辛苦 就是King哥在這次 講堂針對說這次那個 大阪的 這張卷 因為每個人的情境都不一樣 要搭 要不要搭那個摩天輪 要不要去公園 公園其實要去走一走 但是有的人會說 好,再次再補充一下櫻花季 櫻花季的時候 那個公園的櫻花 會比較值得大家去 因為是 三月底四月初快到了 櫻花季可以比較讓 因為可能明天King哥要說明一下 就是日本櫻花季的一些 櫻花季的一些 櫻花季 你如果到那個紀念公園的話 除了公園可以 自己慢活走走公園 參觀日式庭園 或是文化 自然文化館那邊 那你也可以順便賞運花 那所以待的時間 可能或許會多一個小時 那就是說 早上 好,假設 十點進去公園 那你可能逛個 兩個小時 這三個小時出來 然後就到那個 購物中心用餐 然後 你如果要去做摩天輪 去做一下摩天輪 我覺得 做摩天輪 你才買那張卡 才會覺得值得划算 或者是說 你只是去晃一下 然後再拼去 拼去那個 剛剛講的那個 梅田的空中田園 或什麼 也OK啦 一定 建議大家就是 走的玉堂金這條線 你才會比較 可以 走的比較 那個 比較滑的來 那你說你要拼去大阪城 差不多下午的時候 拼去大阪天守閣 或者是再去西枝灣庭園 其實我在這邊 稍微順一次給大家看 這邊就是有一些門票 可是他 或者是櫻花季 你在下午再拼去坐船 那坐船的話 一趟像大阪城浴坐船一樣 一千 日幣一千五 但是問題是說 你要排得到啊 對不對 呵呵呵 你要坐船 別人也要坐船啊 像這種坐船的話 通常會建議一大早就去排 因為要去賞櫻花的遊船的人 遊客也是特別多 這個有時候真的是 那個安排齁 是一種學問啊 這個只是稍微 那個先後順序齁 就是提供給一些讀者知道 會比較好一點 稍微分享給讀者一下 那以上就是King哥 針對那個大阪萬國紀念公園的路線走法 以及車券 還有補充的一些行程安排的方式 就是給大家 那看大家有沒有對這個 有一些疑問問題 主要是因為 King哥之前已經有針對大阪周遊卡一日券 以及二日券 做過說明了 所以我這次特別說這個 萬博紀念公園版的話 會比較花的時間 不會像那個說明一日券跟二日券 這麼的久 以上就是這樣子來說明 那有其他的問題的話 其實可以事後在上面 在留言 好 那在這邊預告一下 就是King哥這本 2019年這個全新 終於有一點時間 可以讓我來分享一下 前面幾個獎堂 實在真的是沒有特別時間去 那像這個的話 其實說真的 你如果有 因為這個 增訂版多了16頁 那如果說你去圖書館借的話 可能就是沒有 沒有那些 增訂版的那個新增的內容 差16頁差還蠻多的 因為我上面的介紹一些行程的連貫 有稍微做一些調整 那我知道去圖書館 因為有些讀者問說圖書館 因為圖書館要採購這本新的沒有嘛 那也要採購得到啊 以目前市面上 我稍微有問了一下 我出版社的編輯 就是 這本書的庫存 其實說真的 也剩不多了 預測一下 應該是 櫻花季是在 3月底 以大阪京都來講的話 明天我會做詳細的預測 因為 因為預測誤差值都會有 但是以目前看 像我們嘉義阿里山的櫻花 開花的那個狀況 其實就可以判斷說 未來日本大概櫻花的狀況 是大概在哪裡 以目前現在阿里山的話 大概就只有五成 就是開的櫻花並不是很冒 就是那種盛開 哇一整片都是櫻花 那像 像日本的櫻花其實也有分很多的 像我這邊是一月底 這二月初三櫻花會開 那像日本 大概也有其他品種櫻花會開 那明天會再特別說明 那以金哥這本書來講的話 如果說以今年2019年 有興趣要去 那個 大阪京都 以及神戶奈良去旅行的話 如果你是覺得說 你還有時間 那你就自己花時間去做功課 那你不想花錢 你就去爬文 那還有一種就是去圖書館 市立圖書館 我記得 台北市市立圖書館可以借 但是是 2016年2017年版的 比較舊 那2018年沒有 那這本全新的話 應該目前以金哥了解的話 是沒有 那有興趣的話 可以去 稍微就是 投資一下自己 如果說是最近要出發 發現功課 來不及準備的話 那就投資一下金哥的書 那金哥其實後面 有很多一些行程範本 是 絕對是最佳的路線走法 不會讓你覺得說 走得很趕 那你 像前一陣子有許多讀者 可能email啊 或是留言啊 就是 寫了他的 那個行程內容 可是都是太趕了 因為太趕走不完 沒意思啊 你知道嗎 所以我們要做的是 精準的行程規劃 好 就是這本書 應該大概在櫻花季之後 4月底之後 可能在市面上 可能就很難買得到金哥的書 不是金哥在 在嚇唬你們的 因為目前的庫存量 就是倉庫 我前幾 前一兩天所問到的庫存量 真的 這本書快要 賣完啦 哈哈哈哈 這道博客來 把握機會啊 如果是下半年出發的話 可以先投資先買 如果說 如果說是覺得說 反正聽金哥講講講堂啊 或是一些就可以 第一次啦 你就可以出發的話 那也是OK的啦 以上就是金哥這次講堂 所說明的內容 希望讀者 可以融會貫通 那就是3月7號 3月17號 金哥會稍微說一下櫻花季的狀況 我知道有些人 4月中才去大阪 4月20才去大阪 因為那時候的機票才比較便宜 哈哈哈哈 好 那金哥要下線啊 讓大家早一點休息 明天再來分享一下櫻花的部分 好啦 那跟大家說一聲晚安啊 再會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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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也要操作好 腹筋 紅瓶 粉 ool